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连日下雨不断冲刷 导致边坡土石开始有滑动的迹象 在市议员张耿辉先行会刊后 这两天高工局随后派专人和张耿辉一起办理会刊 寻求改善方法 随着下雨泥流不断往下流动 边坡上的土石也缺了好几处 树枝也跟着滑动 这是位在七土区大华一路通往马林旧道的高速公路寒洞旁边坡 因为连日大雨不断冲刷 前两天导致边坡土石开始 有滑动的迹象 在市议员张耿辉先行会刊后 高工局也在这两天派人和张耿辉一起办理会刊 寻求改善的方法 避免发生更大的意外事故 那今天我们借由这个会议来讲的话 针对这个坤梅化是我们入选到没有错 那初期的话 我们先针对整个标准上面的浮动部分就做冰流 那接下来就会做一些什么添加面的处理 把这一个边坡社的原理解决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把上方做一些解排水的设施 因为这边冲下去 完全都是水的问题 先把这水的问题把它倒掉 将对这一通过就不够我们分手 那12月10号 总会的指定在这边会够干 因为这边通往我们大法二路的 高速公路上的4K加248的 我们香港专业的谈动 这边发生的专业 那因为怕危急到我们行资的安危 特地请我们机工所马上 连入了相关部管单位 我们北部高工级的洋务工程段 迅速地来办回会堪 所以希望在我们判断法 今天的主题下 希望对相关单位能够继续地来做一些防防措施 包括我们前方的派市所辖区的警示等等 务必要做好 由于行进这里的大小车辆非常多 张耿辉希望高工局紧速完成抢修及复旧工程 也提醒过往的车辆行进这里时要特别小心 注意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梁 与即将接任环保局长的马仲豪 拜会基隆市议员王醒之请议有关环保生态及能源等议题 选前即签署拒绝协和电厂四街填海造陆的承诺书 谢国梁重申 上任后仍然会坚持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 绝对不能给市民带来任何风险与危害的立场 王醒之则建议谢国梁出席明年初举办的第五次四街环平专家小组会议 表达基隆市民对环境保护的心声 上任前夕基隆市长当选谢国梁特别协同即将接任环保局长的马仲豪 向基隆市议员王醒之征询环保生态等议题 尤其谢和电厂四街争议选前曾签署拒绝天海造陆承诺书 谢国梁重申反对对市民安全危害的做法 不过如何兼顾生态与人员希望向王醒之请议 我一直都认为说大幅的破坏生态 以及作为一个这么靠市区要储存大量的天然气 是对市民朋友的潜在的危害是太过于巨大 所以我一直不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我现在担任市府了 我仍然要维持跟承诺我选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跟想法 我会继续坚持我在承诺书里面所承诺的 这些对于生态的保护 但是在这过程中如何能够转化成 这个也是可以有能源的贡献在那个环境上 那我是听说醒之歌他是有一些具体的想法的 所以我也希望来跟他就这个部分来共同的请教 对此基隆市议员王醒之建议谢国良能亲自列席 明年初将举办的世界环评会 过去几年来 基本上我们比较没有看到基隆市政府 在这个案子上有明确的态度跟表达 所以呢我想要直接建议谢市长 有可能可以在第五次明年年初 第五次专案小组会议的时候 是能够代表基隆市民清楚的到专案小组会议当中 列席发言表达基隆人的立场 谢国良则表示如果时间许可 非常愿意出席表达基隆市民对环境保护的心声 另外王醒之也建议谢国良上任后能推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及设立生态总顾问 全台湾总共已经有16个县市 都有公共政策参与平台的设计 已经有16个县市 但是光谈首都圈的北北基陶来说 就是唯独基隆市没有 也就是我们简称的是说 基隆有没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 我们开始形成基隆的i-voting平台 对此谢国良也回应表示 将在上任后积极规划 推动落实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记者张琪腾基隆报道 基隆市长林又昌带领执政团队八年 如何翻转蜕变基隆 甚至成为全国的城市治理典范呢 有出版业者特别将基隆八年的治理经验与做法汇集成书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 与天下文化社长林天来共同揭幕下 《未来城市備忘录》 从基隆治理经验看台湾正式发表 林天来表示 这本详述基隆蜕变的新书出版时机正好 不但适合各县市首长当选的阅读 甚至能作为中央国土规划制定的参考 这本书在此刻发表 适合全台湾22县市 每一位就任的新任的连任的首长 甚至他们的市议员新议员 甚至立法委员 当然包括要竞选党主席的人 包括中央的这些更不会 都应该认真读这本书 那么关心台湾人民更应该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书是市长从全球的视角 来看中华民国台湾 从全台湾来看基隆 基隆市长尼尔昌也分享 8年来翻转基隆这座城市的执政经验 首先是视野角度的建立 不要被既有的框架限制 因为它会决定了你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你用小来看基隆 它真的也不大 就是37万的人口 大概150多公里 但你说它大 如果从海洋的视角来看的话 基隆的面积比台北比新北还大 所以在治理一个城市的时候 视野跟视角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困境下 能成功挑战外界认为的不可能 牛昌期盼基隆治理的经验 能带给国人及其他城市更多的信心 我们是希望能够带给老百姓 带给我们台湾其他的城市 或者是包括人民更多的一个信心 也就是在没有任何的一种资源跟条件 这么匮乏的情形之下 我们可以翻转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可以带给这个城市的市民 带给老百姓一个希望跟未来还有自信 新书发表会现场还举办交流座谈活动 牛昌强调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基隆提供了大家一个思考的案例 不只是城市规划 在教育历史文化深度上都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可以提供给其他城市借进 希望这一本记录基隆市政府团队八年成果的新书 能让大家看到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 鼓励更多城市勇于找出自己的立足点及光荣感 共创理想城市生活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要拥有里内资源回收的经费 连续寄住弱势民众23年 不是件简单的事 金融市中山区安平里 利用资源回收所得及地方明代商家 及团体共襄盛举下 连续第23年举办关怀老人的东令救济活动 基隆市议员当选人施伟正以及郭美秀 和地方上各界热心公益的明代商家团体赞助下 再加上一年来中山区安平里里长 杨荣峰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以及全体志工们努力推动资源回收所得的经费 连续第23年在农历春节前办理关怀老人东令救济活动 帮助里内30多户弱势家庭和民众 美务资赠生活物资必需品以及600元的红包 88年开始就办理这个东令救济 我们93年有办理一个资源回收 我们从93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资源回收的这个所卖的经费我们把它累积下来 放在这个年中的时候 寄住在老人家低收入户中低老人 还有独基老人 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最近有一些民间团体也加入我们的行列 关心我们这些老人 使我们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每次都发放了三十几个人 三四十几个人 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在东令的时候能够来办这个东令救济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通常在冬天大家都知道基隆是个英语 然后冬天比较寒冷的都市 那大家比较容易感觉到会有孤独跟无助感 那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礼办公室 来举办东令救济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里内的比较一些失去依靠 或者是一些比较辛苦的人 他们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获得一点温暖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也决定能够捐助一点自己身边小小的物资 来跟我们安平里的里长 杨荣峰里长来共享盛举 也希望我们安平里每一年的东令救济 能够越来越丰富 也邀请社会大众一起来参与 常年以来洋艺员也都是在每年会捐赠物资 如油 酱油 油 还有米粉 那今年我是准备QQ面 总共有32份 跟洋里长共享盛举 那感谢洋里长也希望他这次的活动 包括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和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也都特地派秘书来支持 中山区公所长官也到现场肯定共享盛举这项活动 除了自赠生活必需品和红包给弱势加户民众之外 里长也安排在安平里民活动中心 现场办理易剪头发的服务 里长杨龙峰感谢社会各界的赞助和支持 让里内弱势家庭和民众在农历年前 都可以感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和关怀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由基隆在地的艺术家北北基青年演奏家爱乐者 共同组成的花月级文创艺术团队 12月16号首度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登场 以家为主题 引领观众感受年轻艺术家 勇于实践梦想的动人音乐会 钢琴博士李康荣 丹簧管老师王国磷 花月级文创艺术总监赖会文校长 与张志宇 林云廷等多位北北基杰出音乐家 12月16号晚上7点半 将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登场 以家为主题 演奏多首动人曲目 很开心 睽回了将近六年 有这样的机会回到基隆来表演 那这一次呢受基隆士文化局的邀请呢 很多杰出的音乐家 那里头呢有包含李康隆博士 他目前是福人大学音乐博士 那同时呢还有王国磷 丹簧管演奏家 也是从凡尔三音乐院回来的 以及张志宇 张志宇是从法国格拉茨音乐院 也是法国目前第三等高 巴黎高等音乐院 还有林云廷等等知名的音乐家 除了钢琴 蓝色钢琴狂响曲 是选自于美国盖西文的作品以外呢 还有长笛的演出 那这场音乐会呢 那将由张志宇高职呢 管乐交响乐团呢 演出几首动人的曲子 包含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冰雪奇缘 那当然呢我们这次呢 也邀请到新北市呢 校长的沙士峰乐团 文人沙士峰乐团 由新北市的校长所 组成的那里头呢 也会演奏呢 几个经典的曲目 包含赛马 金融市呢 有非常多的艺术家 那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透过金融艺术家 回娘家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能够吸引更多更多的 金融在地的艺术家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 这一场音乐会 也邀请到音乐比赛特优常胜君 庄金音乐科交响管乐团 将美感教育融入艺术素养 引领大众实践生活美学 欢迎有客的朋友 一块来感受这些金融子弟 追求音乐梦想的勇气与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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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快 快 没WiFi 这里是 我的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想到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您知道在欧洲 有专属于耶诞节庆的面包吗 金融有烘焙业者 多年制作意大利的潘尼朵尼 搭配饼干及礼盒 要传递给消费者满满的幸福 食用天然酵母 意大利面粉 优格及牛奶 揉制而成的面团 加入精心蜜漬的水果 与酒制葡萄干 严格控制时间 与烘烤温度的 意大利潘尼朵尼出炉 一口咬下 松软水果香 感受到浓浓的椰蛋气息 我们每一年一定会 推出的圣诞节面包 意大利发酵面包 也是我们店的经典款 每年的圣诞节 我们都会购买 因为它吃起来有酒香味 那很适合在过节的时候 跟家人一起分享 还有姜饼人 巧克力拐杖饼干 精心调配的面团 发酵烘烤 要传递满满的趣味与幸福 拐杖饼干有改良过 那其实国外都做拐杖的糖果 那它比较甜 那我们今年呢 把我们的饼干的口味 做到拐杖饼干去 我们也把它做成不甜不腻 然后是我们店里好吃的 口味的饼干去改良式的拐杖饼干 那我们还有做一款姜饼人 姜饼人是用 一般姜饼人其实都不太能吃 它只是有点辣辣的 还有姜的味道 我们用巧克力的饼干 然后用我们店里最好吃的奶油饼 去把它做成姜饼人 那我们还有草莓季也到了 所以我们圣诞节 跟草莓季是一起的 我们草莓季也推出柠檬酱 然后配上新鲜草莓 然后还有挤上一条苦力母 所以在草莓季的时候 跟圣诞节我们一起推出 那我们也推出了 起司慕斯的草莓蛋糕 那上面加了覆盆子果冻 那一般其实都吃草莓 然后还有布丁 那你可以吃到草莓的果冻 然后加香草蛋糕的味道在里面 今年业者也推出了 业蛋礼盒充满气很受顾客青睐 我来买这个 这里面有姜饼人还有管杖 还有圣诞节的面包 可以自用或是送礼都很不错 里面有饼干有面包 然后也有蛋糕 我们都做低糖的 然后比较健康 那吃了就会觉得 圣诞节的感觉快来了 欧洲经典的后备美味 会传递着满满的幸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圣诞节快到了 金融有一家著名的面包店业者 发挥创意 在二楼及三楼外墙上 分别放置了大型的圣诞老公公 很有过节的夜蛋气氛 大型圣诞老公公在大楼外墙上 或爬或坐水风摇摆相当吸睛 这是金融市区一家知名面包店业者的创意 透过环境营造 希望让消费者感受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因为我们位于市中心的学区 很多小朋友每天都会经过我们的面包店 然后都很期待说 我们每年就是外面的一些造景 圣诞节的一些造景 我特地今年去请朋友定制了两只 超级无敌大的圣诞老公 挂在我们的外墙 作为一个专制的艺术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能够有 享受一下圣诞节的氛围 然后有不一样的感受 俏皮的圣诞老公公也吸引来往民众的目光 有人很喜欢 也有路过小朋友觉得蛮惊讶 我就觉得很有那个节庆的感觉 很喜欢经过小孩都会多看几眼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个装置艺术 而且他们家东西好吃啊 有一点惊讶 因为觉得那么大的气球怎么下上去的 应景又有创意的做法 也获得金融市议员同志伟的肯定 直说让整个商圈更有节庆气氛 其实我们这个每年一度的这个圣诞节 是我们大小朋友非常重视的一个节庆 那这个气氛也非常的欢乐 那我想我们仁爱区的在地店家有这样子的创意 把我们圣诞老公公攀爬在墙上 然后成功的创造话题 就是代表我们基隆人年轻人的创意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惠隆市场的地方创生 有这样子的一个店家一起来努力行销 我们整个商圈会是一个仁爱区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们也会继续来努力 除了营造捷径氛围 这家知名面包店还推出期间限定的圣诞节商品 有加入缤纷卵糖的拐杖面包 还有圣诞老公公及可爱迷路的造型蛋糕 像这种拐杖面包我们是用那个巧克力淋酱上去做的 然后它还有棉花糖跟卵糖是小朋友的最爱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巧克力 这是我们圣诞节就是用圣诞老公公去做的生日蛋糕 然后上面都会有草莓 因为现在草莓季 所以我们都会用新鲜的草莓下去做装饰 业者表示店里所有圣诞商品全民打九折到12月底 想要感受圣诞节欢乐气氛的市民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每年都会来台湾过冬的如此大军又来咯 这一次超过了1500只 不少爱鸟人士拍下他们在金融河岸 捕获吴郭瑜的全记录 一起来瞧瞧 金融河岩岸出现了上百只的炉池 在水面上盘旋 场面相当壮观 哇 绕圈圈耶 第一次看到他们是绕圈圈的 他们齐聚一堂 在水中觅食寻找猎物 没几下子精准地捕捉无锅鱼 大口吞下毫不失手 就是在台北市松山长寿桥下 这群捕鱼大师今年来台过冬 估计超过1500只 其实最有趣的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你看其他的鹿蚝鸟类 在旁边看融石静止头 他们都傻眼了 所以他们常常会怎么样 他们在旁边等 等被他们如此追赶的鱼 尤其是小鱼跳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也分一杯羹 大体上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它吞下去的时候是头顺着喉咙 因为大家知道吴郭瑜它是硬骑的 背骑是硬的 你不小心会卡住 卡住就会影响它接下来的蜜石 它就会死亡 有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它很厉害 它就是头顺着喉咙 然后就把它背起粉 整个把它收起来 他就一口就蹲下去 如此来台过冬 成群结队起飞时 紧贴着水面 激起白色浪花 画面相当壮观 而他们可是前庸捕鱼高手 他们在密室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 尤其是群体密室 一个是维旋式的 维旋式的 维旋式实际上在台湾 比较难看到 因为它通常是放在海边 刚好是吉隆河 大瓷河段比较宽 新天溪也比较宽 所以它很有可能 会有维旋式的密室的画面出来 你看上千只 那个维旋式看起来 是很壮观的 如果说你加上了 适当的地形 像大石桥 圆山饭店 大家就知道 原来在台北市 竟然有发生这种事情 那很有趣 另外一个就是履带式的 后面会感到前面 整群这样密室 其实也蛮壮观的 通常这都是在 比较狭窄的水域 像吉隆河的七堵 细池甚至瑞芳 都是比较狭窄 所以常常看到的这种密室方式 那我们也观察到 就是说它吃鱼 你看它的五国鱼 可能一围有将近400公克 它一天的食量 差不多平均 差不多500公克左右 所以它吃一围五国鱼就薄 但是上游有一些五国鱼 还是比较小 所以说 对于五国鱼来讲 基隆河正是他们一个 密室天堂 有专家在1992年时 发现大约有三四十只的 如此来台 去年数量高达 1500只 主要是因为 基隆河的五国鱼 成了他们的最爱 但是以台湾来讲 像封山水库 根据高雄鸟会的朋友 告诉我说 封山水库 因为它现在也有 装设光电板 它加上周围的 湿地的范围也被限缩 所以封山水库 从每一年有三百三千多只 现在可能只剩下幾百只 或是几十只 不晓得 这数量不明显 所以说 新山水库 这边的范围数量多 它证明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 其他环境真的确实有烈化 然后 基隆河的水质不错 因为来这边 密实的范围数 不会离开 然后其他环境烈化的范围数 有可能会有一些 就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 如果说这个情形继继下去 很有可能在 两三年内 增加到两三千只 都有可能 我们不排除了 一般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二月 是范围数大军 来台的高峰期 也成了暗鸟人士 难得捕捉的奇景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只要我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想到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 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 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 关心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